光明感应器 在我们感应器的盒子里面有一个长的这样形状 里面有一个好像是电波弯弯的 这一个是光明感应器 它是一个类比的感应器 它是一个类比的感应器 那它对光线的值会有感觉 它对光线的值会有感觉 所以我们的接法一样 我们把黑色的线跟G接在一起 那么回到我们的Arduino的板子 如果是类比的信号 我们要接在A这一盘 黑色的接地级 那我们用A0来做测试 一样黑色的线对准黑色的线 黑色的线对准黑色的线 去接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下来 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 一样我们把S2A的连线程式连上了 接下来我们来启动我们的开放硬体的程式 那我们现在要告诉电脑的是什么 程式起来之后 我们让电脑先告诉我们 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一件事 说什么事 我们用 告诉我A0的值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电脑知道说 我们要用的是数位角位或者是类比角位 那我们现在接在A0上面 所以是A0的值 让他说什么事情 请他告诉我 类比角位 A0的值 让他说 我们把它推出来 那现在我们光线蛮充足的 是8 2几 那这个值最多到1.23 最多可以到1.23 所以当我们的手指去碰触到把它盖掉 你会发现它的值怎么样 降到300多了 那把它打开来 它会回到800多 如果遮到一半 它只会随着我遮到的光线多少而降 高低降 这样子你就可以使用光线 环境光线的亮弱 来让这个程式来运行 最简单的是 假设你会做外观 你可以把这猫咪变色 怎么做 就让同学们自己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我可以用光线来做什么改变 让我们的程式更有变化 让我们设计的东西更有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